好 那文婉的朋友呢 從周遭有在觀察 文婉的生活 所以其實這個其實對我們 其實也是一個壓力 老實講以前那個人 其實他跟著我 比方說載我去工作 然後帶著小孩 在攝影棚外面等我的時候 其實那對我也是一個壓力 我老實講 因為你會很在意別人的眼光 你想想大概快二十年前 二十幾年前 那時候大家是更 現在像我們觀念 我們不一定分工好就好了 以前還是會覺得說奇怪 那個男的 不在上班 我們不在吃頭 那我是前兩天遇到一個製作人 這個很特別 那個是第一次聽到旁人的眼光 旁人在想什麼 這個很難得 他就說 文婉你以前奇怪 你開頭一定會先講說 你現在跟你前夫有聯絡嗎 我說沒有啊 我們以前你現在雞 我這樣說又像自圍 你現在雞很漂亮 說我 我本人 整個人感覺不一樣這樣 然後他說 我們不負荷 就不禮貌 真的 今天也要四個來賓而已 場子會很冷 大家有點反應 漂亮啦 對嘛 大家都有感覺 對 我也說很久了 這樣太多了 我會不好意思 我害羞 然後他就講到就是說 但是二十幾年前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在友台 在錄影的時候 我們看到你真的 那時候狀況真的很不好 我說怎麼樣不好 就是感覺很悠悠 不知道 就是滿腹心事 你會記得嗎 你會記得嗎 以前你們前夫都會 你們老公 你老公都會幫你 帶你來錄影 帶你女兒 你看你女兒現在二十八歲 那時候小孩他帶著 然後你進去錄影 然後他就帶小孩在電視台前面 那個花圃 踢球 跑步什麼的這樣子 我說對啊 對啊 他說以前我們都在開港 我們那些攝影師都在開港 說文婉的老公怎麼每天都沒事做 穿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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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不用上班了 完全文婉賺錢就好了 這是人家的一個講法 那我前兩天聽到 我就覺得 是啊 是啊 你說那個心理 其實是很難過的 那老實說那小孩放在家裡 那誰帶 所以那個是很 那時候真的都寧願說 你不要跟著我 因為你家就覺得說 你沒在上班 還是怎麼樣嘛 對不對 後來老公有去歐洲 踢職業足球了嗎 很冷耶 沒有 這個不是重點啦 所以你知道嗎 後來為什麼我看到這一個 這個這個靠北老公的內容 我就很有感觸 就是說其實當你真的默默地在 就是支撐這個家之魚 其實你要支撐很多 這個以外的一些眼光也好 情緒也好 所以到最後為什麼 他會覺得看不到未來 我是覺得真的看不到 我婆婆是 我是覺得很奇怪 那父母親通常就是 南方的父母啦 通常好像奇怪都會選擇 好像沒有看到 像我記得我婆婆那時候 也沒有說 你怎麼都沒上班啊 你是不是要去吃頭路 你是不是 怎麼永遠都這麼累 怎麼都好像一個人 你吃頭路 你賺錢 你不要去 我從來沒有聽過 所以我覺得這次會很像 只是表達的方式不同 那吳寶媽呢 聽了剛剛那則新聞有什麼看法 如果是我應該沒有辦法吧 因為照理來說 以那個碩士的智慧來說 他應該是在結婚的兩三年內 看清了老公的軟爛 然後又不能付出責任 就是一起經營家庭的話 早就應該要離婚了 他這個碩士老婆已經心腸非常好了 你現在兩三年看他這樣 你就會選擇離開了就可以了 不是啊 就怎麼可以忍十一年 那接下來還要忍多久 一輩子嗎 那我真的覺得 他說是老婆已經很有智慧 聽說你也是有朋友 是有在支持老公的夢想 有 就是我朋友其實能力很 有一個朋友他其實能力很強 錢也賺的就是比老公多了 大概兩倍吧 好 那總之他結婚的時候 他老公就剛沒了工作 所以他就想說好吧 就安慰老公你花時間 慢慢找你喜歡的 沒關係不及 可是殊不知就好幾年 大概四五年吧 他的房子 孩子 還有婆婆的兒子 都是他在養 那這樣子期間內 其實他也都有去勸老公說 你要不要就是還是 好好找一個工作 做多試一下 做長一點 其實他老公這期間 他已經做了三份 可是每一份都大概兩三個月就結束 那好好的好言相勸 還會被他老公罵 你是不是狗眼看人低 就以為你現在都在養家 就好像了不起 可是我覺得這句話還滿傷人 什麼是狗眼 就是隱喻他的老婆 是什麼嗎 所以我朋友其實是很生氣 可是沒有辦法 因為後來他們有小孩 但問題是就算在家裡 也能當神隊友吧 在家待業也能當神隊友 他們小孩接著出生 其實大部分都還是他老婆下班來帶 然後他老公常常就是睡過頭 然後小孩就是送遲到去上學 然後有好幾次是放學 他不是沒上班嗎 對啊 他還會睡過頭 因為老婆都是上班時間比較早 一定要趕快出去 幼稚園時間比較晚 那就請在家的老公送出去 可是他還會睡過頭 讓小孩很晚去上課 然後甚至放學的時間 老幼稚園老師打電話說 你家小孩沒 還沒有人接 可是問題是那個媽媽還在加班 我朋友還在加班 然後重點是他老公 最後還會沉迷在那個手遊裡面 是喔 他打電話去找工作嗎 他打到忘記時間 對 他打到忘記時間 才睡過頭 他就是說他在網路上面認識人脈 他說玩遊戲的很多人都很有錢 我認識人脈這樣子 可是最後他發現他老公在外面 就跟網友外遇 他沒有工作 然後又外遇 對啊 因為遊戲玩遊戲 在上面talking 真的嗎 這樣會外遇 沒有看到人 沒有 聊聊聊了 就約出來 聊一聊說我老婆多厲害 然後我自己怎樣怎樣 然後對方可能就是溫柔安慰 你還有機會什麼什麼 然後就接著接著就外遇 然後他才決定一倒楣 決定回去打電動 現在有很多網戀 真的喔 有很多網戀 結果呢 結果後來他在談 就是他當然生氣了 發現他就談 就開始談離婚 可是離婚的過程中 其實蠻受阻礙的 就是他婆家會一直出來說 你小孩還這麼小 你讓他這麼小就沒爸爸 他很可憐 長大又變成嘲笑什麼的 然後甚至說他還怪說 還不是你自己工作太忙 常常在加班 你就沒有把小 把老公顧好 所以他才會去外面找 怪怪他 怪你上班時間太長 你沒有去陪伴你的老公 你老公當然會往外面找 什麼邏輯 反正他們就是不想要讓他 跟他離婚 對 可是有一次 就有後來好幾次 他婆家是私自在小孩放學前 把小孩先接走還不聯繫 然後他就很緊張 因為老師就會打電話 你家的小孩他到的時候 對 你已經被接走了 他自己娘家那邊就嚇到 然後他就真的很生氣 最後就打官司肅請離婚 然後離婚了以後 他覺得日子過得好舒心 雖然一個人開始要照顧小孩 會比較辛苦 所以小孩歸他 對 因為他有經濟能力 小孩就歸他 所以他會照顧比較辛苦 可是他說多出來 不用養老公的生活費 他跟他的小孩可以 生活品質過得更好 對 對 呀